Captain on Bridge 嗨 這裡是花火 怎麼 這就被嚇到了嗎 那這個給你 當作賠禮 才怪 上當了吧 這 才是我為你準備的見面禮 哎呀 我才不會真的炸掉劍橋呢 起碼 這次不會 小心頭上 猜猜 倒下的會是誰呢 哦 可以啊 Vita 沒想到你對喜劇還蠢超級 那當然了 可愛的花火妹妹 又給這位 你看她開箱上去 但實際上背後的敵人遭殃 花火在戰鬥的時候也會保持動動挑挑的狀態 忽近忽遠地穿梭在敵人中間 只是那種我來了啊 我又走回的感覺 一直在找樂著 要跳 要舞 所有人都是歡愉的俘虜 不僅如此 演員該就位啦 該選哪一個呢 噓 你就是那個兄弟啊 得意雙星的花斯卡風某炸彈 為大家獻上一場充滿慾謀的驚喜演出 這個好玩 嗯 呃 花火是銅鞋命圖的量子屬性角色 身為假面魚者的他 在看似陽光開朗的外表下 其實隱藏著與外表截然不同的形式作風 實在讓骨弓 花火會基於自身攻擊力 對指定敵方單體造成量子屬性傷害 此外 解鎖特定行技 普攻還可以額外恢復一定能量 哎喲 這一動作戲 真是身姿矯健 招式伶俐 流畅 自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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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就這麼誇 釋放戰技 花火將基於自身暴擊傷害 提高指定我方單體的暴擊傷害 持續一定回合 並使該目標行動提前 他不僅能展現自己精湛的演技 更能激發出其他人那些身處最真摯的表演 太強了 花火大師 值得一提的是 花火在場時可額外提高戰技點數量上限 每消耗一點戰技點 一定回合內 我方全體造成的傷害都將獲得提升 該效果層數 花火大師作為另一位得意雙心的老戲骨 對任何角色都能信手拈來 一人千億可絕非誇張之餘 釋放終結技 為我方恢復一定數量的戰技點 並使我方全體獲得迷鬼 獲得迷鬼效果的我方 觸發花火天賦的傷害提高效果 得到額外提高 並持續一定回合 天哪 多麼震撼人心的表演 這是我可以免費看的嗎 偉大的演員可不僅在舞台上閃耀 有時花火大師也甘願身居幕後 釋放秘技 花火將使我方全體 進入一定時間的隱身狀態 而在隱身狀態中進入戰鬥 會為我方恢復一定數量的戰技點 這就叫做不鳴則已一鳴驚人